欢迎各位收看他来了之世界杯老炮来了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跟各位来分享 在2002韩式世界杯当中为国出征的那些国脚老炮们 讲一讲有关他们的世界杯故事 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这位嘉宾可了不得了 他是著名的国安三少当中可以说是颜值最高的 而且呢到目前为止依然是非常的英俊 他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著名的前国脚邵嘉一 我们欢迎嘉一 欢迎邵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个邵嘉一呢确实非常的帅 给我们看的第一印象 给我们的感觉呢 还是跟您当年一出道的时候那种英俊潇洒的感觉 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女主持其实呢一直看着嘉一在笑 我也不知道在笑什么 没有 其实小时候从电视上看到 小时候很伤感 见到这人真的是确实百分不如一见 而且可能对于很多女球迷来说 邵老师至今也是心目中的男神 看到男神了 你觉得呢对男神其实不应该有更多难为他的项目 因为我们知道呢 我们今天呢不单是有我们的女主持 还有一位这个助力主持叫小彪 我们来了解一下小彪他的这个特异功能 也让这个嘉一了解一下我们苏宁的新科技 没错 其实我们面前这个苏宁的这个小彪是一个智能机器人 我来问他几个问题吧 小彪小彪 你知道邵嘉一是谁吗 邵嘉一出生于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 四至前卫 自1998年至2003年 邵嘉一是北京国安的主力球员 曾帮助北京国安 获得中国甲技足球联赛第三名 2003年至2012年 邵嘉一开始九年的旅得的足球生涯 先后加盟德贾木宁和1860队 科特夫斯和杜伊斯堡成为又一位五大联赛的球员 被德国媒体誉为亚洲金锁角 2015年10月29日 邵嘉一正式宣布退役 谢谢 谢谢 这个小机器人呢 也是我们要送给您的一个礼物 谢谢 谢谢 但是在送给您这个礼物之前 我们还有一些问题要问问您 来跟您玩一个小游戏好了 我问您的问题啊 正问反答 正问反答游戏规则 来宾需要接受助理主持的提问 每题有三秒作答时间 回答必须和正确答案相反 回答有质疑或者回答不正确 均无效 您有两个宝贝女儿 请问她们是不是都继承了家庭的体育天赋 是 未来有计划让孩子也从事体育事业吗 否 世界杯是自己国家队生涯当中的巅峰吗 是 你认为当时的任意球技术 是那支国家队里最棒的吗 是 对阵土耳其的时候 红牌是职业生涯中 让你印象最深的一张红牌吗 否 当时那个产球是刚上场过于兴奋 没有收拘找吗 否 因为刘洋 你错过国安夺得联赛的冠军 感觉遗憾吗 否 刘洋经历的另一大收获 是不是学会了做德国菜 是 有人评价说 你是大厨界踢球踢的最好的 足球圈做饭做的最好的 你自己认可这个评价吗 是 最喜欢吃的主食是馒头吗 否 之前杨普老师在接受我们的专访的时候说你是国安三少当中最帅的你自己认可吗 是 咱们谈谈世界杯的事 第一次您被国家队征召 您那个时候心情一定是非常的激动 然后呢参加了世界杯 能不能谈谈那个时候您的这种感受 应该说现在回顾我的这个整个足球生涯来讲 还是确实自己也感觉很幸运 能够在2000年7月份 我记得是 当时能够第一次进入到国家队 这个中国最高水平的这个平台上 来施展自己 当然也是感觉到无比的自豪 要说对我来言有无比的荣耀的一件事情 您有没有去想过 米卢是看中了您身上的哪一点 优点 才把您放到了世界杯阵容当中 一个是我的年龄 年轻确实是当时对于米卢来讲 肯定是他要考虑 还有一个可能是团队 因为足球和它是一个团队项目 它不是一个单项 所以呢 因为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以后 也是对足球的这种认识 也是不断的加深 也让我有更深层次的这种感触 就是确实是一个团队 如果要在团队里头 那么各个方面都能保持团队的竞争力 保持团队的稳定 保持团队这个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我相信肯定教练员会有很多方面的考虑 去了世界杯 有没有在比赛之前给自己设计一个目标 譬如说进个球 或者说在场上有点自己的展示呢 这个肯定都是 这个我觉得每一个球员在世界杯舞台上 当然了我们 我也想能够进球嘛 我也想能够进球 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酒店 有那个水池 水池就养了很多那个精力 当然觉得哇 然后去摸去 估计鱼都烦了 我记得我们一吃饭 大家伙都在摸 要是有好运啊 说到世界杯啊 不可回避的就是 您对土耳其比赛的那张红盘了 现在呢 再回想起来 你怎么解读当时的那一瞬间 也有人说 那球其实给红盘有点过于严厉 那种大赛上现在看来也是正常 我也能够理解 我后来看这个慢动作 看回放 给一个红盘也不过 也是正常的 但是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 说这个 问我这个问题 是不是当这个年轻啊 上去 激动啊 这个是肯定是有地方 就是太想表现自己了 情绪上有一些 对 这个当时米卢 我记得中场休息的时候找到我 来做准个活动 他说 教育你训练不错 给你一个奖励 下半场上去看 我记得踢了有 也就十分钟左右吧 就就红盘了 红盘完了 那当时也自己很懵 我就现在看我那个照片有时候会有啊 那个那个表情啊 对对对 就是用现在的那就已经懵了 那我那个感觉 确实当时我也没想到他会套红盘 后来套红盘我就 我记得我跑下去了 就当时就是 后来说的您跟米露有过进一步的交流吗 后来我们回国了嘛 当然肯定天比赛就跟教练啊 跟队友在说嘛 确实是非常抱歉 没有想到这个结果嘛 其实我整个足球生涯就这两张黄盘 都是在国家队呢 比如这名教练至于您的这个足球生涯 你觉得对你有什么积极的影响 或者说带来的一些改变 现在年龄越来越大 以后包括退役完以后呢 觉得米露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更多 比方说是态度问题 她总是说态度对对一切 这个在我球员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 我踢球的时候也是很任性的一个 也是在年轻的时候也在 也是对自己的天赋在不断的消耗挥霍的 也经历过这么一个时期 但是虽然年龄的增长 对这种不断的成熟嘛 也是越来越觉得米露的 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 不光是足球层面的 可能对我们的精神层面 对我们这种思想 让我们能认识 原来当时她的意思是这样的 我们可能在十年以后 就像我可能在几年以后 我们才能领悟到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后来也是特别珍惜 足球手下给自己带来的这些事情 后来呢 大家都知道 沙阿姨是在北京湾退役的 并且有一个退役仪式 退役仪式当时您挺激动 你是觉得当时这场景 您能回忆一下吗 我经常说 我今天训练只用了两成功力 你们也跟我开玩笑说 你们也只用了百分之二十 其实我真正想跟你们说的是 我真的只有那百分之二十 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 这个自己想一想呢 就是你必须要退下来 因为岁数大了以后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我最缺少的就是欲望 就是足球可以给我带来快乐 那真是一个快乐 俱乐部需要的是荣誉 俱乐部要对整个这个俱乐部负责 对整个社会球迷负责 球迷期待的俱乐部是荣誉 带给他们荣誉 但是我觉得我在那个年龄的时候 已经缺乏在这方面的荣誉 这种饥饿感 所以我觉得是下来的时候 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 这个其实跟嘉一呢 在讲邵嘉一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会联系到这个嘉一和美食 是吧 对刚刚说到这个馒头你也笑了 就是有一个传说这个国安的食堂 就是为了你特意准备馒头的 不是吧他们有点夸张了是吧 就是比较喜欢吃的这个主食 北方人吧还是对面食比较喜爱 那去韩国会不会有饮食上的不适应 在韩国打这个 那不会啊 韩国我觉得吃饭还是很好 什么这个辣白菜烤牛肉 我记得当时我们整个的后勤保障还是非常好 确实是非常好 嗯 记得当时我们那个那一大锅 那烤牛肉哇 吃的过瘾 那就属于当时就是过瘾够啊 说到这个吃其实吃什么不重要 吃的健康比较重要 给大家推荐胡姬花花生油精选青岛颗粒饱满的花生 传承百年古法小炸鸡精髓 保留自然的浓郁花生香 呛锅更香特别适合针鱼半馅 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佳肴少不了它的帮助 一巴俄罗斯世界杯 您看好谁 反正是杨晨是毫无疑问 您都知道他一定会选谁 对不对 让你预测一下的话 对 其实我也是比较看好 但是我 我对他这届能不能拿冠军是 是 是 很好 我觉得他正常来讲 如果正常发挥进入四强 或者是进入八强是正常 但是再往前走 我总觉得就是 对容忍着这种饥饿感 我觉得他肯定不如在一四年之前那样 我觉得巴西或者阿根廷吧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是来自PP体育的大咖楼一辰老师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通过视频分享一下 嘉一你好 想拿到礼物的话 先回答我的问题 2010年世界杯预选赛 对阵澳大利亚队时 有一个点球 那个点球是不是你职业生涯当中 最不愿意回忆的经历 可以说自己在足球生涯来讲 还是很顺利的 应该说是很顺利 现在因为你从长线来看 17年的职业生涯还是很顺利 走的还是每一步还是比较稳的 点球的这个失利呢 点球的这个事情 对于我来讲是其中一个 一个不好的一个点 确实是 在当时很难接受 这个我当时压力很大 确实是压力很大 对吧 这个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包括我的家人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这么一件事情 确实造成了我们一届世界杯的一个失误 一届世界杯的一个备战 整个从头 从开始到提前结束 这么一个过程 自己也确实在当时觉得 确实是辜负很多人 这球没进也确实伤害了很多人 也只能抱歉 只能是激发我未来对中国足球更多的努力吧 整个的职业生涯呢 我们看到嘉一呢 其实是一个 相对来说 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职业生涯 而且在今天我们访谈的过程当中呢 也能够看得出来 嘉一呢 对于自己新的岗位呢 充满着憧憬和期待 我们相信呢 中国足球在逐渐的 开始用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我们也真心的祝愿 我们的中国足球 在嘉一这一代的努力之下 会越来越好 非常感谢嘉一做 我们今天的老跑来了 湖姬花花生油 穿浓郁花生香 万人强彩店 最高值价一千元 BB体育世界杯球星卡重磅来袭 2亿现金狂欢 百分之百中奖率 扫描二维码或前往PP体育APP 均可参与 享受世界杯盛宴的同时 还能躺拿2亿 叫上你的小伙伴 一起来PP体育收集球星卡